鑽牛角尖的故事非常銷魯 聽完之後會拉著你對信仰的團 嘩 喜歡的話麻煩你CLS Comment、Like和Share 給你身邊的朋友 齊齊鑽牛角尖 我是主持人欣石 麻煩你 SOPAcast 有故事的聲音 感謝主 我聽牧師說 試下憑信心做十一奉獻 結果我媽媽的岩徵 真的已經好了 為甚麼我十一奉獻這麼多年 最終我爸爸也救不回 救不回 為甚麼羅則士 那幾個星期都沒有分 你不知道嗎 他案件判了, 罪名成立 他善了主很多年了 我還聽他上台說見證感謝主 他好像很虔誠 以為多奉獻 多祈禱 就會心想事成 基督徒 有沒有樣子看呀 信仰危機 和你逐一拆解 信仰 不像你預期 Sad but true 基督教兩大聖禮 現在好像失去了神聖的光環 不是個個信徒洗禮的目的 都是那麼純正的 有人為了幫兒女 拿五分考入名校 有人為了教會 有得投票有華視權而洗禮 也有人為了保住份工 因為他在教會相關機構造 賞博升職 也有人為了死後 有份位便宜 有教會聖餐 不知為何更快 比茶餐廳的光速餐 試問短短五分鐘內 哪夠時間紀念主耶穌 為何現在的聖禮 好像變成例行公事 很榮幸請到香港神學院院長 張天王牧師在那裡聊一聊 院長聽說你是聖餐王 是這樣排的 我也算是聖餐牧師 聖餐牧師 意思是 你差不多每次去到教會 廣道 施聖餐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施聖餐 我想問 實際上 基督教已經禮儀相對少了很多 因為天主教很多 有七個 基督教已經縮了兩個 但其實這些聖禮到底是 純粹心理上有些自我感覺良好 還是實際上 我做了這兩個聖禮 就可以帶來一些果效 例如罪得赦免 脫離罪的核濟 或者整個人得以結證等等的特殊能力 這就牽涉到我們怎樣看聖禮這件事 甚至乎我們叫做聖禮神學 因為聖禮事實上是有很長久的歷史 包括耶穌在福音書記載 他也有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 然後耶穌又設立聖餐 所以他的歷史很悠久 流傳下來 故自然背後是有自己的作用和意義 所以這裡我要慢慢交代一下 究竟聖禮是一回什麼事 什麼叫做聖禮 最簡單最簡單 聖禮的一個講法就是 上帝設立的一種接受恩典的途徑 可能一般非禮儀的教會 就不接受這一種講法都不定 這個牽涉到一會兒我們會再交代 特別講到聖餐那方面的時候 會再講多一點點 聖禮這個字在希臘文裡面 他就是用一個字 叫做奧秘 就是說一些隱藏了很久 不為人所知的事 現在上帝要向人顯明出來 就是透過聖禮 有些教父其中一個叫居普良 他就是使用聖禮這個詞 作為一種神聖的盟約 另外一個很影響天主教 也影響了後來的基督教 奧古士丁 他就用這個聖禮 作為一個熟靈事物 一個有形的標記 就是透過聖禮 讓我們更看到熟靈事物是什麼 禮儀這個詞其實在聖經裡沒有出現 但是在早期教會 對於禮儀有不同的意見 而後來教會對禮儀有一個比較相近的了解 就是指導一組特別的儀式 而這個獨特或特別的儀式這個詞 是怎樣界定呢 又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但是一般來說 就會認為對聖禮最早落定義的就是奧古斯丁 那這個定義是怎樣呢 就是內在的熟靈恩典的一種外在和可見的記號 即是做一個儀式去感覺到 讓我們感受到 見到這個熟靈的恩典 即是說聖禮本身一定是帶來熟靈上的含意的 好了 信仰發展過程裡面 有教父就肯定聖禮是一個受恩的途徑 表面的儀式的背後 有他的熟靈的意義 他們對聖禮的物質的部分 和熟靈的部分 是同時重視的 什麼是物質的部分 舉例聖餐的物質 就是餅和葡萄汁 而熟靈的部分 就是這些物質帶來後面的意義 是什麼 一會我們在聖餐的部分 可能再講多一點點 他同時著重聖禮當中的物質 和熟靈的部分 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熟靈的實際 聖禮的物質 就成為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 即是餅就是餅 是的 如果沒有了物質的標記 熟靈的實際 或者熟靈的意義 又帶不出來 你又感覺不到 又說不到 究竟是在做什麼 所以聖禮這個象徵 是怎樣能夠實際帶出來的 眾教父相信是神的作為 施禮者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即是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很深體會到物質 所帶出的熟靈的意義 這是神的工作 再講細節一點 其實這是神的靈 在人生命當中的工作 即是聖禮在聖禮的過程中 怎樣工作 有些人就說聖禮將聖禮的同在 特別是聖餐 因為聖餐我們重複這樣做 就是將那個同在 是帶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背後牽涉到另外一種的講法 聖餐它是有一種的含意 就是它是有神的同在在這裡 所以當我們領受聖餐的時候 就是神的同在很具體的 是臨到我們當中 或者是臨格在我們當中 這個臨格是聖禮的工作 所以在整個信仰的發展過程裡面 聖禮是我們受恩的一個途徑 是信徒需要憑著信心去領受上帝的恩典 所以變成你剛剛開始 究竟聖禮有什麼作用 我們會不會… 不罪得赦免 得極正等等 這個是要憑著信心去領受 由聖禮所帶來上帝的恩典 這個是整個教會歷史的發展 當然我們一定要回去 即是基督教 或者我們一般叫基督新教 基督新教裡面就是聖餐和洗禮 是我們現在有的聖禮 這兩大聖禮主要的原因 都是跟耶穌有關 耶穌自己經歷過洗禮 他又設立聖餐 但是這兩個聖禮 就跟舊約時代的割禮和餘節 是互相呼應的 一個是一生人行一次 譬如國禮一生人一次 我們的洗禮是一生人一次 另外就是聖餐 在一個餘節的晚餐裡面 設立出來是重複地出現的 重複出現是要堅固我們的靈命 所以兩個聖禮似乎是帶出了 讓我們一次性進入了在和基督的關係 然後跟著我們不斷地重複 讓我們繼續成長 而改革家不僅是糾正了中世紀的制度 也改變了人對神怎樣使用聖禮的了解 他們否認時效的教義 不認為神只是因遵守了外在的條件而施恩 即是有聖禮 不是經歷到神的恩典 改革家特別去突顯信心的位置 在聖禮上面 這個是重要的 即是說領聖餐或者我們進行聖禮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信心的話 可能那個聖禮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這點真的沒有想過 認為人必須存著信心去守聖禮 才是有那些的果效的 因此我們可以很簡單拿一個 我們基督教教為認同的一個聖禮的定義 就是聖禮是一種外在的記號 表證著上帝在我們身上已經成就的作為 支撐著我們軟弱的信心 又見證我們的屬靈的地位 所以可以簡單一點來講 你洗禮 你身份不同了 你省定一點去到講了這件事 都是因為洗禮本身有它的獨特意義 聖餐有獨特意義 洗禮有獨特意義 通常聖禮有三個向導 這三個向導是怎樣的呢 包括了向後看 就是聖禮對基督作為 和他應許的一種認訊和紀念 這不單是人的經驗 亦是神的行動 每一次有聖禮的時候 我們都想起神的行動 聖禮同時是連於在神的應許上 聖禮的意義是從基督的救贖而來的 因此他本質是一種行動 就是他做了一些事 然後才出現這個聖禮所帶來的意義 然後第二個向導是往周圍看 就是當下 聖禮是一種參與的行動 是一個人自願參與在上帝的應許行動裡面 同時聖禮不是一個個人的行動 是一個教會性 是一個聖徒的相通 第三個向導是向前看 即是將來 聖禮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 是一個公開的認訊 是一種表示個人的態度 這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聖禮所帶來的意義 基督教關於聖禮的幾個重要的觀念 我在這一部分作為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第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 是說上帝藉著聖禮的臨格 這是有不同的層次的 是恩著聖禮的動作 而特別和人親近 賜福安慰和成全 即是參與聖禮 而聖禮的動作 甚至乎在過程裡的禮儀 其實是我們去體會神的臨在的 第二個觀念就是聖禮本身不能夠帶來救恩 相反地先要得救 然後聖禮才是有意義的 第三個觀念就是 聖禮是有屬靈的作用的 這個功效是在於當中的動作 而不是那個物質 譬如餅、葡萄汁 例如水禮的水 或者聖餐當中的餅和酒 不是它本身帶來一些的功效 而是那個動作和參與者的信心 祈禮的神 請問一些經文 就例如羅馬書六章第三章 都會看到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者受死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就是受死歸入他的死媽 這個經文上我想問一下 就是技術上 一個人舉手決一致 但未受洗 未跪入基督 根據他的定義 假設這個隱行事為人 都盡量跟基督教會的教義 他和洗一禮的基督徒 在救恩上有什麼分別呢 審判又不是排同一條隊呢 其實現在很多教會 有個怪奇文化 就是覺得洗一禮是比較高級的信徒 真的有這件事 你未洗禮就好像比較像 我只能這樣說 又特別牽涉到中派的信仰 神學傳統 他們叫做神學立場不同 而事實上其中有些中派的看法 就是那個聖禮或者洗禮 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你剛才所說 我們舉手決志 那就信得住 是一個重生的基督徒 沒有洗禮應該沒有什麼分別 有些人都趕切 但是其中有些中派的看法 就是洗禮是信而受洗 是一個package 一個package 信而受洗 就是說你只是信 是未完整的 是要受洗的 當然他們一路想強調的就是肥利 向我哀提阿伯的太監傳風 傳完福音之後 看到有水 如果你有水 立即幫你洗禮 如果我們是後者的時候 洗禮就很重要了 我們不會說 他信了主 未洗禮 他是未得救 我們很少會這樣說 他一定會被人說 但是他信了主 而未洗禮 好像是整個過程未完成 不夠完整 這個當然牽涉到洗禮 帶出的意義 是什麼呢 因為洗禮 如果我們用回剛剛的羅馬書 是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是顯示一種與基督的聯合 透過一個很具體的外在的行為 來表達 我是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意義上真的有些不同的 嗯 好明白 大家要問回自己的中派 但是接著再說回 劉烈經文的後一點 其中洗禮的意義 他也要講到著重 就是我們的救人 和耶穌一起和釘十架 使罪身滅絕 叫我們不要再作罪的奴隸 但是坦白說 很多人洗禮 又是減繼續犯罪 還有我想說 見證著我洗禮 我都不期望我以後不犯罪 那我確實洗禮之後 都犯罪 那是否洗禮沒有用啊 那個人去接受洗禮 或者未接受洗禮去再犯罪 和洗禮都沒有什麼值得關係 在聖經裡也提到 無論你洗禮還是未洗禮 都會犯罪的 他只是提醒或者教導我們 就是我們犯了罪之後 我們要向我們的神去承認 然後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去認罪悔改 然後接受神的赦免 所以變成同一個洗禮和沒有洗禮的人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代表一個洗禮的人 他一洗洗得乾淨了 那就不會再犯罪 所謂是一個無罪之身 或者有一種免罪的免疫力 就不是這樣的 弟兄姊妹對於洗禮 是有一種的卻步 就是我信了主 有些就說我信了就夠了 不用洗禮 這是我曾經 甚至乎有些家人 你可以信耶穌 你可以回教會 但你不要洗禮 其實洗禮 比一般人 甚至未信的人 那個感覺 是比你就這樣說信耶穌回教會 是認真些 是嚴重些的 一般我們的講法 是你入教 背後牽涉的一件事 就是你入了教 離開教 就某個程度叫叛教 嚴重很多 如果你未洗禮 就等於你未入教 我現在講的不是一個神學問題 而是講一般的人去理解 理解就是 如果你未洗禮 還未入教 未入教 好像背後是暗示的一樣 你隨時離開 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你入了教之後 你離開 某個程度就叫叛教 所以我當我接觸那些家長的時候 他們很認真 很認真的 即是他們覺得 他們的子女 上教會 現在洗禮的話 是代表著 他很認真 這個是一般人的感覺 以事實上 可能這個也是帶出了 枕信主和洗禮的分別的地方 分別是用水洗和用聖靈洗 但今天我只受了水洗洗 都沒有什麼聖靈洗的 未洗禮的人 到底可不可以吃聖餐 有些教會給 有些教會不給 為甚麼 記得密切留意 下星期的信仰不像你預期 我們不贅 我們不給你了 你不在 谁说旧会放如假 人必有心想流血 那我正笼罩 爱转身 战谈累了失望 念你可知 怎么信仰原来不在我预期 为我调一副措心 无论伤心的怪力 请你开我到雨露 改写我不知绝望 权能在你手 引主引导我 谁愿意抛低自身 那十个紧续 随你 这代仓 重要今生 乐意 信仰非恋架 你可知 怎么信仰原来不在我预期 寻求静心等等等 迷雾里惊吓的足灵 要像 人主你 主的爱原来不在我预期 求怀着一副情心 寻觅这一身的福气 请你指引道路 灰顺泪不知转望 求燃亮我心 只想跟着你 心谦卑 去变色真理 主的我完全不想 我预期 求明白他的心事 凭着想多久的功力 背十架靠近你 即使信仰原来不着 我预期 能重受起错的心 防御这挥折的放弃 心盘将多好负在临 天眼爱主到末后 神尚在我心 只想跟着你 可惜只想跟着你 我预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